大家好,我是心心居自然的小新 我上一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栽种这一片叶小苗 然后大家看到我的这个盆子里边的肥料 评论区有好多来友就问小新的这个肥是什么肥啊 今天的这期视频的话就给大家来详细讲解一下 我这个肥是什么花肥,它的作用和好处是什么呢 随着小新的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种花肥呢,它是一种天然的矿石啊 它是高磷高盖的一片叶的小苗的话 小新在摘种的时候就开始上 而且不管是你是黄花绿花还是彩蓝 从一片叶的小苗就可以上 那一颗从小就用矿物质肥养的彩蓝啊 矿物质肥呢,它不伤花 它的肥效相对来说比较小 所以说其实你量大一些或者量少一些的话都是可以的啊 你像小新这个彩蓝的话啊 看一下它的立项啊 它的立项和厚度是非常好 它虽然说对于君子兰就一花品类中的一个啊 就是有彩道的 但是它的立项以及它的形体是非常漂亮的 它的厚度也很好 这个主要就是来自于小新矿物质肥的作用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从一片叶小苗就上矿物质肥的一颗平尾绿啊 它的这个花色是有淡淡的绿色的啊 大家来看一下 小新拉远一下看一下这颗绿花 大家可能见过绿花叶片很长 而且它长到一定位置的话 它的叶片发软啊 整体都大了绑着 那小新这个一花 绿花呢 它是从小就养到大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硬度 看到它这个叶片的硬度了吗 这就是从小上矿物质肥出来的绿花的话 它的刚性也是非常好的 看完绿花呢 我们再来看一些小黄花啊 小新镜头给它拉远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小新的这颗小黄花 它的形体的话也非常好看啊 包括它叶片的这个厚度啊 作为翼花来说 它的厚度也是很好 而且它说短了 这个就是我们用肥来改良花的其中一点原因啊 像矿物质肥 它虽然肥小小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 大家即使上多或者上少 也不用担心啊 不用担心说肥效太大烧花根 而且它的作用是用了一段时间显而易见的啊 你能明显感觉出来 它的厚度有在变厚 有好多来友养一养花就跟小新说 我的新叶片好像有点发软啊 大家可以尝试的给君子兰上一下矿物质肥 它可以让你的君子兰的厚度 它的刚性能够有所提升 彩兰可以用啊 来友们 绿花可以用 黄花也可以用 而且从一片叶小苗就可以用啊 大家大概放置的位置是花盆的二分之一 或者是三分之二处都可以 不建议大家放底肥啊 因为它肥效小的话 你放到底肥的话 你浇水的话就冲下去了 所以矿物质肥 大家要放到花盆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二 手抓一把的量 多一点的话也不用担心 它去烧掉君子兰的花根啊 然后看一下这个大花的整体的这个立项和边的 也是因为小新的花上矿物质肥的原因 因为它刚性够好 硬度够好 君子兰的话 它的立项就要更好一些 小新手里呢 就是小新专用的君子兰的矿物质肥啊 能提高刚性的从一片叶小苗就可以用的 最重要的是它的价格非常优惠啊 16块钱一盒 32块钱呢 三盒啊 48块钱 五盒 大家的话一年用两次春秋换土的时候就用行了 一片叶小苗就可以用啊 大家不用担心用的多或者少的话 烧根的问题 它能提升君子兰的刚性 让你的花立项更好一些 小新这个花肥的话挂到视频的链接的下方了 或者是第一条评论置顶的视频 分享网页 矿物质肥的链接 这个就是小新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啊 喜欢君子兰的 别忘了给小新点关注 持续还是一样 会给大家分享更多君子兰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了